大家好 我是梁家梅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我是辽宁人 然后我在上海上书 就是念书 很期待来这里的夜市 然后吃那种小吃 就是朋友介绍说佛光附近就有一个 都说佛光大学很厉害 然后包括今天打的 像彭世琴 黄平真 还有杨雅贵 而且都是知道的 就是打好每一场 然后按照老师的要求 一步一步去做 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别放弃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吧 就是每天都会练啊 然后要结合比赛的那种 不是只能是原地的那种投篮啊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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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乡是上海 上海比较有特点的呢 就是石库门的房子 在田字坊那边 就是都是那种小店 比较有特色的 而且如果是小吃的话 旁边的日月光 就是里面有很多小笼包什么 都是特别好吃的 卤肉饭 为什么 就特别有名 然后我觉得在上海吃的很多卤肉饭 感觉应该不是很正宗吧 所以想来台湾试一试 台湾的卤肉饭到底是什么味道 首先还是要赛后就好好放松 拉伸什么 然后晚上很早就休息 然后队员之间互相让大家放松一下 下一场希望我们还是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我们自己的特点吧 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就是我们的篮板球可以再提高一些 因为我们整体就是身高比较高 但是他们很多就是很矮小的队员 我们可能就顶不住他们 他们太快了 所以还是从防守做起 然后打好每一场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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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ihr 谢谢 谢谢 sta